人气少女一定要有的条件 转生物 好可爱啊 今次我输了 梁综衡和柳伟晶宣誓案 高等法院裁定政府胜诉 二人丧失议员资格 立法会主席批准再宣誓的决定是错误要撤销 新政的梁综衡和柳伟晶宣誓官司 高等法院裁定政府胜诉 二人因为拒绝宣誓丧失议员资格 法官又指 在现有限制架构之下 法庭有权撤销立法会主席批准议员再宣誓的决定 陈健敏报道 柳伟晶去到法庭领取判决结果 法官欧庆祥班下判辞 梁综衡和柳伟晶两个人的行为 客观和清楚地显示 他们都是拒绝依照基本法 和宣誓及声明条例宣誓 而且两个人对这个观点也没有异议 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 两个人的议员资格依法被取消 因此裁定梁综衡和柳伟晶两个人 在上个月12日在立法会作出的宣誓 是违反基本法和宣誓及声明条例 即日丧失议员资格 无权行使立法会议员的身份 法庭也不接纳梁综衡和柳伟晶提出三权分立之下 不干预原则为反对理据 判辞说按中审法院案例所指 不干预原则必须要符合基本法的相关限制规定 而法庭有权力裁定立法机关 有没有拥有某一种权力特权 法庭也认为宣誓及声明条例 都没有明文指出监细人有最终的决定权 尽管立法会主席或者立法会秘书 有附大的责任和权力 判定誓言是否合法 但是对于本案的争议 法庭是有最终的判决权 法官在判辞指出 人带释法并不影响他今次的裁决 而行政长官和律政司兼得重废 NOW TV记者一层见闻报道 青年新政的尤惠晶说 法庭的裁决属于意料之内 又批评政府在诉讼期间向法庭施压 而梁仲恒就表示 会和律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我和梁仲恒 是经过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里面 经过20643个选民 以及3万多的选民选出来的民选议员 如果法庭是用这种方法 来褫夺我们的议员资格的话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 究竟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我会知道会有这样的可能存在 绝对是有这样的 我自己会觉得 政府用这么多的小动作 来向法庭施压 法庭受了这么多的压力 作出这样的判决 是意料之内的 释法是其中一个动作 是施压的一部分 我自己感觉 我心情是平静的 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在乎香港的文明 以及制度的话 我们是要去守护 我们也要去争取的 愈下的东西 愈下下一步所有的动作 大家可能真的要给我和律师的团队去聊一聊 我们才可以再回应了 好不好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 尊重法庭的裁决 由此当日批准安排梁仲恒和游伟晶再宣誓 是根据法律意见和过往做法 形容事件不幸 但是法庭的裁决 令到主席和秘书处日后有例可依 秘书处就会在整份判词之后 就会做根据的工作 如何去处理两位先生和小姐 和他们的预知的身份是如何去处理 当然刚才我都说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做的决定是根据法律的意见 和以往的做法 今次的判词是来清楚 这个我们的宣誓条例 和我们的权力 和这个基本法104的关系 建制派议员就欢迎法庭的裁决 并且要求秘书处追讨梁仲恒 和游韦晶的新津 而民主党和公民党都表示 尊重法庭的裁决 认为裁决证明人大无需释法 法律界议员郭荣克就期望 案件一旦上诉 法庭能够准一步厘清 不干预原则 根据裁决 梁游两人的立法会议员资格 已经在10月12日被取消 他们已经无权以立法会议员的身份行事 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 因此我们要求立法会秘书处 尽快处理梁游二人 因为议员身份而享有的待遇及权利 包括追法他们不应该得到的薪酬 和各种津贴的开支 究竟什么是立法会的内部事务 何时法庭会干预 何时不去干预呢 这个其实是有需要上诉庭 或者是终审法院进一步的厘清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 裁决的判词对其余多名议员 正被司法复合的案件 定了清晰的原则 今次案件所确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那个宣誓是否有效呢 必须要看他第一次宣誓的情况是怎样 第二就是要看他那个宣誓是否真正 还有是不是蓄意地拒绝或者忽略 去作出一个真正符合法律要求的宣誓 我觉得这几个重点 其实如果放在其他的案件里面 其实都比较容易看到哪些人 可能是被法官认为他的宣誓是无效 哪些人可能会被法官认为是有效 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法院裁决前 被问到会不会司法复合 更多议员的宣誓内容 他强调会依法办事 有机会是过敏反应 消费会说经皮肤科医生测试等的标签 不等于不会刺激皮肤 建议消费者不要尽顺标签 哪TV记得